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看一种特殊的单向链表 这种单向链表呢,它有专门一个名字叫做Posting List 它的特点是这样的 首先呢,它跟原来的普通链表是一样的 那么有一个值,然后有个Next指针指向下一个节点 那么它唯一不同的是这样的 它多出了一个第二个指针叫做Jump 这个第二个指针呢,指向的是新的节点 指向的新的节点是这个整个对列中某一个具体的节点 那么这个新节点呢,Jump指针指向的节点呢 可以是对列中的其他节点,也可以指向它自己 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这个例子之中呢 首先J.0,PoJ.0,它的Jump指针呢 在这里面引了一根线出来 那么直接指到了这里面第四个节点 也就是最后一个节点 所以这个节点0的Jump指针就指向了J.4 那么对于第二个节点呢,J.1 这个值为1的节点呢 它的Jump指针呢,大家看这里面有一个箭头指向了它自己 就表明这个J.1的Jump指针呢 就指向了它自己 那么J.2呢,这里面拉出了一根线 指向J.0 就表明J.2的Jump指针 指向了头节点,也就是J.0 OK,那么多了这样的一个Jump指针 这样的队列呢,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名字 就叫做Posting List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算法是这样的 要求我们给对于一个已经给定的一个这样的队列 那么给定这个队列的这个起始 队列头 要求你设计一个算法去把这个队列复制一遍 那么复制一遍的时候呢 这个算法要求呢 你不能够分配多余的空间 你分配的空间只能是分配给对应的拷贝节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这个队列里面有五个节点 所以你分配这个内存的时候 你最多只能分配五个节点的内存空间 更多就不允许了 另外要求你拷贝的这个算法运行的时间必须是ON 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是对原队列进行这个常数级变利 OK,也就是这个要求你实现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必须是线性的 这是这一道题的 题目的主要要求 那么如果这个队列只有这个next指针的话 那么拷贝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 现在由于多了一个这个drop指针 那么新队列新节点如何设置这个drop指针 是这个拷贝算法的难点所在 也就是说多了这个drop指针之后 整个的这个拷贝算法就复杂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这个算法的主要难点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次可以停下来试一次 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OK,那么我们先看一个最差的想法 就是我先把每一个节点都拷贝一份 然后怎么设置这个drop指针呢 那么要设置这个drop指针 我只要知道这个drop的节点跟原来的节点 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好办了 比如说我要拷贝 比如说我给这个节点0新生成了一个拷贝节点 然后这个节点4也新生成了一个拷贝节点 那么我怎么知道新生成的节点0的drop指针 要指向新生成的这个节点4的拷贝节点呢 首先我可以这么做 先把这个对列复制一遍 这样的话新生成的节点0可以通过next指针 直达新生成的节点4 然后我在老节点中看一下便利一次 看这个drop指向的节点跟我原节点之间的距离有几个节点 比如说对节点0来说 它的这个drop节点是节点4 这样的话drop节点跟原节点0 它们之间就有12344个节点的距离 那么这样的话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新的拷贝对列中 对拷贝的节点0 把这个drop指针也往后挪 也便利一次这个新拷贝的对列 然后便利四个节点之后 把这个新拷贝的节点0的drop指针 指向新拷贝的节点4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新节点实施这个设置这个drop指针了 但这样的做法的话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我每设置一个节点的drop指针的时候 我都需要把这个对列便利一遍 这样的话n个节点的话就要进行n次的这个对列便利 对列便利 这样的话整个算法的复杂度就不能满足要求 这个on的要求了 是on的平方了 所以要实现这个线性复杂度的这个对列拷贝算法 还是需要多花一点精力和时间进行深度的思考的 OK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想完了之后 我提供的做法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要拷贝这个posting list呢 需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这样的 大家看 第一步呢 我们先便利这个对列 然后为每一个对列 生成一个这个对应的一个拷贝节点 形成这个图形的情况 大家看 这对列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生成对应的拷贝节点 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更改原对列 对了 原来这个题目呢 就是要求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之外 题目有一个这个条件就是可以更改原来的对列 但是更改原来的对列之后 这个对列可需要恢复原状 OK 这个是这个算法的这个提供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实施的时候就要用就要运用到原对列的一些机制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刚才说的便利每一个节点之后为每一个节点拷贝生成的新节点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变动 就是把原来节点的next指针指向拷贝节点 大家看原来这里这个next指针去掉了把这个指针指向了他对应的拷贝节点 所以这个v60指向了新拷贝的 他的next指向了新拷贝的这个v60 这个节点1呢原节点1呢 他的next指针在这里去掉了指向了新拷贝的节点1 好每一个节点都是这样 OK每一个节点都这样 那么有了这个机制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设置这个下面节点0的这个drop指针了 怎么设置呢 大家看那么这个drop指针怎么设置呢 我们先找到它原来对应的原有拷贝节点 通过原有拷贝节点的这个drop指针找到对应的这个drop节点 也就是说要设置这个拷贝节点0的drop指针的话 我们先走到它的样本原来的节点 原来的节点0 然后通过原来的节点0找到原来的这个节点4 然后再通过这个原来的节点4的next指针找到这个新拷贝的节点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原来节点0 的drop指针应该指向哪个节点了 那么只需要把这个原来节点0的这个drop指针 指向新拷贝的节点4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节点4的寻找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需要经历一个波折 需要找到需要通过这个新拷贝节点 对应的这个原节点的drop指针找到这个一下子跳过来 找到原来这里这个新节点 找到这个原节点这个原节点4 再通过原节点4的next指针找到这个新拷贝的节点4 这样的话这个新生成的拷贝节点的drop指针 才能够跟新生成的这个节点drop4新节点的新节点4联系起来 那么我们对每一个新生成的拷贝节点都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drop指针给正确的设置起来了 那么通过代码来做是这样的 首先呢这个no呢我们看这个no呢指向的是这个原来的节点 那么no的这个next呢指向的是它的拷贝节点 所以这一句话呢就使得这个cpnode呢指向这个拷贝节点 然后ucpnode的drop呢等于原来的这个no的drop 原来这个no的drop呢指向的是哪一个节点呢 大家看选中了这个no的drop指向的是比如说是节点0的话 指向的就是这个指向的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节点4 那么原来的节点4的next正好对应的是它拷贝的这个节点 正好是对应它的拷贝新节点4 所以通过这一个这一行代码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新拷贝的节点的drop指针进行正确的设置了 那么把每一个节点都运行下这个逻辑 那么每一个新拷贝的节点就能够正确的设置它的drop指针了 OK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是需要恢复到 由于题目要求呢我们需要恢复原来对列的这个next指针 那么怎么恢复呢大家看这个原来对列它原来有一个next指针指向它的下一个节点对象 但现在这个next指针指向的是它的拷贝对象 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 只是多加了一步 那么原来的这个节点零要走到原来的节点一呢 其实很简单 先通过原来的节点零的next指针走向它的拷贝节点 然后再把拷贝节点 再通过拷贝节点的next指针走到原来的节点一 所以说原来虽然这个原来的这个next的这个指对关系已经破坏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间接步骤来找到原来的这个对应关系 那么恢复回来也很简单 恢复回来的话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拷贝节点的next对象 然后把原节点的next指向拷贝节点的next 就可以把原来这个next的指针关系给恢复回来了 那么新节点的next怎么设置呢 也很简单 大家看这个新生成的节点零 怎么使得这个next指针指向新生成的节点一呢 大家通过上图也很明白了 先通过这个原来的这个next找到下一个拷贝节点一的原来的这个原节点 然后再通过原节点的next指针 找到这个对应的拷贝 然后再把这个next指过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在这里面有一个间接路径可以使得新拷贝的节点零 抵达新拷贝的节点一 这个路径就是先从这个箭头走到原来的节点一 再通过原来节点一的这个箭头next箭头走到新生成的节点一 OK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节点的next指针的对应关系也就能建立起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代码的逻辑是这样 大家看代码的逻辑是这样 首先通过这个node.next设置这个cpnode也就是获得拷贝节点 然后这个node的next呢 指向这个cpnode的next 这句话呢就是恢复原节点的next指针 然后这个node走向下一个 就是这个node指向了下一个节点 然后用这个cpnode.next呢指向这个node.next这个当时呢 这时候这个node.next呢指向了这个指针指向了这个对象呢 仍然是他自己的拷贝 仍然是这个节点的拷贝 所以这个cpnode.next指向这个呃指向这个node对象的这个next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新的这个新生成的节点通过next指针连接起来了 ok那么完成这三步之后 那么整个算法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了 ok这就是我们基本上的这个逻辑讲述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实现 具体的代码实现呢 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在这个历史Utility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个cpnode.next cpnode.next的话是专门用来生成这个posting列表的 因为生成这个posting列表的时候 需要用这个dump指针指向链表中的其他节点 所以这个关系呢 我用一个map来存储了 那么map存储 然后在这个呃 在生成这个dump节点的时候呢 我用了一个随机数 通过这个随机数 在这个map里面去找到 呃 他要这个dump要指向的下一个节点 ok那么 第一个是cpnode.next代码的添加 和这里面的这个相应代码添加 是用来创造这个posting列表的 那么接下来添的 多添加的一个这个函数是 pnode.next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是打印这个新生成的这个posting列表 新生成的这个双子针对列 ok 这是我们新生加的代码 另一个新生加的代码是在这个postinglist点加把里面 那么 他主要是用来实现刚才我们说的啊 刚的拷贝算法的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是这个cpnode 那么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为每一个节点创造一个拷贝 就是这一步 ok 第一步 那么第二个的函数呢 大家看第二个函数 是在这 是这个carrid jump nodes carrid jump nodes呢 他做的就是这个我们执行 我们刚才描述算法的第二步 也就是设置这个drop节点 拷贝节点的drop节点 那么最后第三个函数呢 大家看第三个函数是at the trust next pointer 那么执行的呢 就是我们第三个执行的就是我们算法的第三步 就是恢复 恢复原来这个恢复原来对列的next指针 同时设置新节点的next指针 那么第三步执行完了之后 这个新拷贝的对列就生成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概的算法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已经运行起来一部分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运行起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节点 跟我们现在这个 例子中的节点是一样的 大家看 例子中的节点是这样的 我们 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拉上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 这里面呢 首先呢 我们由节点0呢 它drop的这个节点值是4 跟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这个节点0呢 它的drop指向的是节点4 然后节点1呢 它的drop的节点是1 也就是跟我们图中一样 它节点的这个drop节点 drop指向了它自己 第二个呢 是这个节点2呢 它指向了这个drop节点的直升0 也就是节点2 拉出来一个指针 指向了这个节点0 ok 所以这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生存了 这个drop的这个 生存了这个drop节点 drop posting链表呢 先打印了出来 先构造和打印了出来 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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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步 那么在我们算法的第一步呢 首先是给每便利这个对列 然后给每一个对列 去构造一个新的节点 所以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便利 然后new这个对列 new这个对列之后 给每一个节点生成一个拷贝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用new函数分配了新的节点 这是第一步 好 我们走过去 然后我们走第二步 紧接着到第二步的时候呢 就是要创造这个 给新节点这个指定这个drop指针 那么它的做法呢 跟我们刚才的描述 大家看 这个代码呢 跟我们刚才的描述 其实是一致的 这个代码的描述 就是把这个 先找到 先在这个情况下 先找到 先从 先找到老节点 然后通过老节点的drop指针 找到它这个drop的节点 再通过drop的节点的next 找到对应的drop节点的拷贝节点 所以它的理解就这样 所以这个函数呢 就是为新生成的节点 为新生成的节点 设置它的drop指针 最后第三个函数 大家看 最后第三个函数呢 就是执行算法的第三步 调整这个老对列的next指针 同时呢 为这个新生成的节点 设置它的next指针 那么这个代码 不多 它的逻辑就跟我们刚才描述的一样 它实现的就是刚才我们讲述的第三步的逻辑 所以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对应着我们刚才这个算法的逻辑描述 去研究一下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主入口函数中呢 通过这个new一个posting list类 然后通过这个copy posting list函数呢 构造一个这个原有对列的拷贝 我们看一下执行效果怎么样 大家看 OK 大家看最后我们生成的这个拷贝呢 生成的对列的拷贝呢 跟原来对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 OK 大家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算法应该是正确 我们在运行前 运行一次看一看 OK OK 我们在运行一次看一下 OK 那么第一次生成 OK 大家看我们又生成了一个新的对列 大家看由于在对 在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设计了一个随机化的因素 所以每一次运行的时候 这个生成的post对列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它的拷贝 OK 这三个算法都可以走 OK 执行它的这个拷贝 执行它的拷贝策略之后呢 执行它的拷贝策略之后呢 把拷贝后的这个节点 节点头拿到 然后再把它打定出来 然后再把它打定出来 OK 再把这个新拷贝的节点打定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新拷贝的每一个节点 那么跟它原来的这个老的这个对列 它节点 它的值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同时新节点的逻辑关系也对应着老对列的节点间的逻辑关系 所以我们的算法实现应该是正确的 另外呢 大家看我们的算法 在我们的算法中呢 每一个函数呢 最多只有一个外循环 这个外循环呢 只是 这个外循环呢 只是针对这个对列便利一次 所以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函数 有三个外循环 所以整个算法做下来是对这个对列便利了三次 因此我们的整个算法复杂度仍然是线性的 同时呢 我们只在这里面分配了节点内存 这个节点呢 分配的是跟原对列的节点的节点数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除了分配这个新节点的内存之外 没有做多余的内存分配 所以综合来说 我们的算法实现跟题目的要求是一样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这一节的算法其实是有点复杂的 一般来说 在整个辨识了45到一个小时之内 要把算法想到和把代码写出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如果大家能做得到的话 大家面试的这个职位应该是一个技术leader 就是一个技术领导的一个职位 OK 它有一定的难度 大家可以拿到代码之后 再结合我们刚才的逻辑描述 再深入的去分析一下这个算法的原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提斯林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去 添加一下这个工作号 我会把所有的相关资料 放入到 这个工作号好像有点问题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 这个工作号有点问题 这个工作号应该是加错了 应该是加入新的 大家可以加入这个Coding提斯林的公众号 我看一下 在 OK 大家可以在这个 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搜Coding提斯林 就是这个 不好意思啊 大家要搜的是这个 刚才我这工作号写错了 应该是搜的是 请大家搜这个Coding提斯林 工作号的名字叫Coding提斯林 大家搜一下这个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对应的工作号 找到对应的工作号之后 就可以去这个 就可以添加这个 进入工作号之后 就可以拿到 所有相关的技术资料 或者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面的 OK 是 看一下我在这里面新的 OK 由于网速比较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比如说可以关注一下 我最后这里这个工作号才是对的 可以关注一下我这个工作号才是对的 刚才那个工作号呢 是以我用来写一些个人心得文章的工作号 大家有兴趣也不妨关注一下 OK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希望大家关注公众号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料 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提斯林